袁文哉族,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那个汪直 现在他的直属部队已经有一万人了 而且配备精良的武器 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火枪火炮 就是这样,汪直佔据日本的大片土地 做根据地,他占领的是九州地区 那里文风十分飙悍 当地的猪猴也非常好煎 真是恶夜 但是这个汪直居然目中无人 横冲直撞百无禁忌 他经常派几千人拿着羊枪羊炮 可以斟船 在海上行里行去 日本人乱闹地出 而且他们对汪直 正真客气 过年过节还去送礼 去拜年驚死得罪 这个有钱有窗的大人物 由此可见 虽然 汪直和日本人关系千丝万流 但是 你怎评他呢? 都评不上汉奸两个字的 日本人也没办法 用得起这个这么大派头的汉奸 相反 日本人要靠他吃饭 要听他指挥为他做事 就是这个汪直 他才正正正正是总督大人胡忠倩的对手 他比日本倭寇厉害得多 比日本剑道高手可怕得多 现在就说到第二号人物 第二号人物就是徐凯 徐凯的实力比汪直差得远 但是这样 徐凯是个认真的全奇人物 他和胡忠倩也是同乡 非洲人 汪直就不是汉奸 但是这个徐凯呢 就货真家实 大汉奸一名 老天爷不知道是有心 还是无意 把这三个非洲人 胡忠凯 汪直 徐凯 都安排在一起 是啊 要他们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三个人里面只准留一个 这场决斗就告诉大家 不过现在先说徐凯 徐凯 别致普正 咦 什么名字好像和尚的名字 什么豪词呢 他直接是和尚出身的 原来 徐凯啊 世事呢 就去到杭州 一个寺庙做和尚 每日笑向念佛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怎知道 有一天呢 他说叔来找他 告诉他 我现在和一个好朋友合作 找到一份非常有前途的工作给你 你如果去做呢 一定发财智库 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的 徐凯这个小和尚真是烦心未死 听到这么说就动心了 就跟徐阿叔 离开寺庙 走上另一条法财智库之路 徐凯阿叔就叫做徐为可 他有个好朋友 叫做汪直 两个十分老友 他就介绍了一个有前途的工作给他侄子 不用问 都不方是正派的东西 是走私 徐凯这个叔叔 并没有骗到侄子 真的找到一份 发财智库的差事给他 从此 第二 徐凯就跟着汪直 行船运军火走私 生意越做越大 收入越来越多 今天就像徐凯这份人 你做到汪直的手下 搞走私的生意 他的前途 只有两样 一 就是运气好 找到钱 结果 反向下买屋 草老婆 另一种前途 就是被人逐止 流放 荒 坐牢 或者斩头 但是 命运之神 居然安排 另一种前途 给你的徐凯 谁都想不到 那 徐凯阿叔 和汪直合作 原本是非常好的 怎料过了一段 两个人就不合适 认为 汪直的本事就比他更好 賺钱就比他更多 只要有本钱才行 徐凯鶴的底子很薄 手上没有多少钱 只要到处去撲钱 其中 最大一批债 债子是日本倭寇 他问倭寇借了一批钱 有了钱 徐凯鶴的红心勃勃 想大力发展自己的走私事 谁知道他说充分头脑 他忘记了一点 杀人要填命借债 要还钱 你借了人家这么多钱 要还的 特别是倭寇那些钱 少一两银都不行 徐凯鶴又是撞正衰运的 他的船队走私出海 一出去 撞正打台风 撞正明朝的海军巡杀 好几次都搞得血本无归 本钱都没了 喂喂喂 买货要付钱的嘛 货叫出人工 但是你借倭寇那些债要还的嘛 徐凯鶴就倒出去撲银 搞得招头烂额都没了办法 那些债主呢 还好商量 遍遍那些日本倭寇啊 没有人情过这帮家伙 杀人暂眼的嘛 你迟些还钱都死定了 除为学就没办法了 只要出到最后一笼 将自己的侄 徐凯 抵押给倭寇啊 哈哈 自己的侄 当财产 当货物 来都交给倭寇 做人质 啊 这件事 十分离谱啊 不过 袖头无路 也都只好如此 徐凯本来就想着 自己阿叔 怎样都不会靠害的 很快他就会拿钱来 索回我出去的了 那现在就最多 在倭寇那里 唉 吃几日日本料理 是呢 怎知 那个阿叔一出去搏杀呢 唉 又连老伴都亏了 没钱还给别人 最后说 被别人打死了 那便消息传到倭寇那里啊 哇 血本无归啊 那些倭寇就怒到 跳起身 打算杀了徐凯 来到出口气 啊 那徐凯啊 那帅仔啊 他没什么方丈啊 他对债子说 他说 你杀了我 那也没用啊 不如你留回我 那里 我来帮你们做事 補回数啦 倭寇一想 那又是啊 你杀了他 人才两空啊 不如留他在那里 多杂差用啊 所以 就留回徐凯海一条命 给他入伙 最初呢 做了那些 掃地担水 那些打杂的东西啊 当初都是想着 多个人用就好过少一个啊 是这样啊 怎知 他们真是估计错啊 这个徐凯的能量啊 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啊 汪直 你一个一流做生意的人 二流的海盗 徐凯呢 不但你一个有眼光的生意人 而且是一个军事天才啊 徐凯 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 他全靠智学成才 他有精人的天赋啊 有个人的聪明才子 有十分强的组织能力 还有一样东西啊 哈 他十分善上海上作战啊 那些只懂得猛冲猛打的倭寇呢 只有一条脑筋而已嘛 所以 和徐凯来比 哎呀 真是天怨之别啊 由于他屡屡立功 就由一个习差的身份 一路飙升到做了高级领导人之一 徐凯就利用自己的才能 和他和倭寇的良好关系 在众多海道中脱泳而出 树立了自己的势力 和拥有一批有力的部下 不过那又要讲清楚 隋海虽然有多少实力 但是呢 他只是倭寇手中的一个棋子 而已 任人摆布的 他没有办法和汪直来的相比啊 他没有汪直那么强大的势力 所以 他只能够靠日本人吃饭 但是 徐凯发财的方式 十分似舊中国人 那些买版的嘛 每次他带领倭寇去进攻之前 他都会和对方签订合同的嘛 那 我带几多人 去攻打哪里 去抢劫哪里 事后 怎样分红法 你分多少 我分多少 大家讲清楚 不得拗手 我求之所以如此猖獗 这个汉奸 可以说是始作勇者之一 不过 这个汉奸 和我们看电影电视 那些点头下腰汉奸相比呢 完全不同啊 他被那些蛇头屎眼 闪闪叔叔 闪闪叔叔 闪头闪老 鬼鬼屎屎的汉奸 但是威奉的多啊 强汉的多啊 这个啊 不是一般汉奸啊 这个是恶耶汉奸 为了 胡中宪 胡中宪 曾经领教过徐海的利害的啦 有一次啊 倭寇就大举进攻浙江一带啊 胡中宪就派出游击将军中礼 令军去出击 葬徐海统领的船队 上方就是三里桥大仙啊 一开始 中礼将军 根本就看不起徐海这些这样的集牌水军啊 事实是确实如此的啊 中礼将军一进攻啊 徐海的船队一触即溃 中礼将军当然不肯放过啦 跟着发动第二轮进攻 再次将徐海打到落花流水 连赢两仗 中礼将军就羊羊自得 嘿嘿 那个徐海 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小小兔废而已嘛 那些人传来传去 说他怎么能力怎么能有本事 怎知是不堪一击啊 这回趁机会彻底消灭他 跟着呢 又发动第三次进攻 徐海的水军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今天仲礼连续赢了三仗啊 精寻追在胜利之中 好 大家休息一休 好 养足精神 就准备发动 第四次攻击 彻底消灭的那些奥狗 谁知道那些徐海 集中所有的精蜜 抢先一步 发动突袭 一举将明朝大军 差不多彻底消灭 将军 将军中礼 当场战死 咦 由此可见 这个徐海 确实是厉害的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大总督 胡忠倩 面对着的 就是这两个最厉害的敌人 强悍的汪直 狡诈的徐海 要平息倭寇 先要解决这两个人 胡忠倩 他肯定是束手无策 汪直你不用说了 这个土皇帝 富可敌国的 人强马葬 比日本之后还强大得多 徐海 虽然实力没那么强 但是他极其狡猾的嘛 而且正通水战 靠现在胡忠倩手下 这些水军 哎 实在没办法打得赢的嘛 正当这位胡大总督 陷于绝望之仔 他的师爷徐蔚 就上前献计 徐蔚首先就劝总督大人 不必担心 有办法解决这两个敌人啊 要解决这两个 其实是十分容易的 这回胡总督就不太高兴了 你说话真是下巴轻轻的嘛 现在打仗嘛 你以为你尹尸作对这么容易啊 这两个对手 拥有整万个装备精良 又有丰富打仗经验的海盗啊 还有一样的啊 他们认真有钱啊 说出来真是令人大吃一惊啊 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啊 那个汪直啊 他的商与商业贸易项啊 居然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啊 哈哈 海盗居然比你地方政府 比你最富是一个省 还有钱啊 这个真是历史的颠倒啊 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 你居然说 嘿 好容易对付啊 嘿 又此理 胡宗宪呢 胡宗宪呢 就将自己的看法 就讲给这个师爷听啊 徐蔚啊 真是微微一笑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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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督大人你不要 我说的呢 就说 用武力啊 就的确是很困难收复他们的 不过 我们可以不用动用武力就可以搞定了 不是吧 嘿 不用动武 哎呀 人家不远千里而来 来做什么 来发财 来抢劫 你以为 你请他喝杯茶 送个红包 他就可以走人了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徐蔚 跟着 就对胡宗宪说 你啊 其实未曾真正了解汪直这个人 汪直啊 不过 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做生意只求财不求气的嘛 汪直想要的并非是大明江山 只不过想发财 他就希望能够自由通商做生意 赚大钱的嘛 胡宗宪又觉得 徐蔚那样说话有些道理啊 但是他想了一下 哎呀 又是摇头叹气了 哎呀 海上凳运啊 是历代祖先定下的规矩嘛 不能改变的 你叫我有什么办法改变金运的规矩呢 哎呀 总督大人 我并没有说要 改变你的规矩 也没有说要把这个权力交给汪直 胡宗宪又奇怪了 哎呀 那你的意思到底是怎样的呢 是啊是啊 徐蔚你到底提出什么 这么好的办法呢 嘿嘿 欲知厚诗如何 即下回分解了 啊